本地新鲜辣椒6个,起劲后,平铺到盘子里 再放入烤箱,常用方法是直接用火烧,我用的是家用小烤箱,价格不贵但很实用 调中火烤20分钟左右 烤至辣椒明显起虎皮 现在已经能闻到浓浓的辣香味了,取出来稍微放凉 然后撕掉辣椒外面的皮,烤好的辣椒很好去皮 装盘备用 浓水放入皮蛋,开火煮6分钟左右 因为我们这里都是糖心皮蛋,煮一下后皮蛋黄会变硬 将包好的皮蛋改一下刀 放在辣椒上 再剁点蒜末 加食盐 香醋 再捣碎 我没有雷薄,用一个大碗和擀面杖代替 具体捣多碎可根据自己的喜好 然后就可以装盘使用了 雷辣椒皮蛋是香味一代经常吃的美食 品香一般,但非常美味 绝对值得大家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大刘,我们下期再见